送餐车照常进入了H7老区 驾车的狱警大卫迈克劳夫林也沦为了人质 我们控制住了司机 然后告诉他我们要他做什么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驾驶那辆面包车出入监狱的人 我们就算穿着狱警制服也不行 下午三点左右 38名爱尔兰共和军囚犯 依次进入了这辆送餐车的后车厢 杰瑞凯利躺在了驾驶室的地板上 杰瑞凯利就那么躺着 手枪顶在司机的肚子上 我们把司机的脚绑在离合器踏板上 告诉他下面有颗手雷 而且我们知道出监狱的路线 如果他乱动或是走错了方向 我们就会拉弦或者是开枪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手雷 凯利命令迈克劳夫林把车开到1.5公里外的员工出入登记门 之前需要经过两道内部检查港 送餐车靠近了第一道检查港 这道港的警员每天都要对这辆送餐车进行检查 送餐车每天进出好几次 而且都是同一个司机 所以警员就放松了警惕 检查也不会太严格 被劫持的送餐车一路畅通无阻 终于到达了最后一道检查港 员工进出登记门是监狱的唯一出口 员工进出登记门是监狱工作人员打卡上下班的地方 是唯一的通道 九名囚犯从送餐车后车厢跳了下来 他们拿着四把手枪穿着狱警的制服 对当班的狱警发动了突然袭击 一场短暂的激战后 狱警被制服了 爱尔兰共和军顺利控制住了这道关卡 但此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我们到达员工出入登记门的时间 比之前计划的稍微迟了一点 38名爱尔兰共和军恰好赶上狱警唤勤 一共有30到40名监狱管理人员 他们都被制服了 躺在地板上 一名下班的狱警 趁我们不注意跑掉了 他跑开后吹响了警笛 在这场短暂的激战中 警官詹姆斯·菲利斯训职 他死了 詹姆斯·菲利斯 我的好朋友 随着狱警的死亡 狱狱计划完全失去了控制 狱警知道我们有麻烦了 狱狱计划被破坏了 于是他们冲我们大喊 放弃吧 狱狱